近日一个新闻 如果大家有留意 昨天 非洲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来到了香港 这个就是江国共和国 跟我们的特首李家超见面 在来香港之前他去了深圳 深圳拜访华为总部 在去深圳之前再前两天 即26日就去了北京 北京就见我们的习近平主席 给大家看看相片 原来都挺重视的 不要看少江国这个国家 你不要以为他很小 我们看到这次的接待规格 都是挺隆重的 习主席陪同他就是阅兵 另外 接着就是习主席和夫人 也会见江国总统和夫人 很简单说一说 江国总统这位左边第二位就是齐塞克迪 为什么会特别说江国呢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江国给我的印象就是 第一个印象就是大猩猩 另外就是有内战 整天都说有内战 到今时今日 东部仍然在打零星的内战 但是一看地图 我说原来 刚刚不小 他在非洲的中部 而且他占地相当大 看看红色这个位置 看看原来他占地的面积 他现在达到234万平方公里 200多万平方公里 你想想想 其实是很大的地方 好了 他是非洲第二大的国家 他仅仅次于阿尔及利亚 就是阿尔及利亚面积最大的 其实江国已经是第二大面积的国家 他也是世界第十一大面积的国家 他的人口大概是9000多万左右 就是世界上 就是讲法文的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非洲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人口第十六 所以非洲一点都不小 简单讲讲 他以前曾经是比利池的殖民地 但是终于在1964年 就是独立 改名叫江国民主共和国 1971年 当时的总统蒙博托 就把这个国名改为扎伊尔 如果大家有记得 我就记得了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看世界杯 有一队非洲队叫扎伊尔 今天没有扎伊尔这一队球队 当时扎伊尔就是非洲队参赛代表非洲区 原来就是当今的江国共和国 所以现在你会听不到扎伊尔去哪 当时我记得扎伊尔也是非洲参赛队伍 但是也是预览队伍来的 上场对着欧洲足球队 都是被欧洲队数 输了很多 输了几球 扎伊尔 印象深刻 原来1971年的扎伊尔 就是江国 现在是江国共和国 那71年改名扎伊尔之后 然后整个国家 发展都是一般 始终那时候 还有很多欧洲国家在非洲不断扩展 霸地盘 接着一直发展到1996年 比较大的事发生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的江国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 他旁边的国家 劳旺达和乌光达支持叛军 结果叛军的领袖卡比拉 就自立为总统 就把扎伊尔改名 改名 还原到1962年的时候 改成江国 所以1997年 又变成江国 这是第一次江国战争 然后97年 改名 改成江国 打完第一次战争 然后又麻烦了 就是怎么样 1998年开始 就是第二次的江国战争 这一次就很厉害了 就是比较惨烈一些 就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 1998年开始 就是他不单是牵涉到江国 他还牵涉了 一共是九个非洲国家 还有大概是二十个武装实力 由1998年开始打 打到大概是2003年 就叫做签了和平协定 但是呢 那个战事 其实还是在江国的东部 就是红色地方的东部 这边 是继续的 有零星的战争 一看起来 其实也很害怕 为什么呢 原来呢 这次的第二次江国战争 或者非洲的世界大战 在1998年以来 造成540万人死亡 就是上网找到这些资料 都比较震惊 因为1998年 其实距离现在都不是很久 1998至2003 就是香港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 你会是关心房子 因为楼价就是由1998年 就是1997年跌到2003 原来在这五年 是非洲 刚果发生着 所谓非洲的世界大战 原来死了540万人 这个真的不说 完全是不知道 就是当时 当然可能资讯又不是那么发达 但是当然540万人 就不是打仗死的 不是全部因为打仗 就是被枪弹射死的 而是很多是死于疾病 包括药疾 辐 辐射 肺炎 就是很多 以及饥荒 就是很多是病死 以及饿死 那么这一次 所谓非洲的世界大战 是导致大概 江国的三分之二的人口 是营养不良 98年至2003年 原来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一场这么惨烈的战争 我们在香港就 风衣捉食 不知道原来 这五年是有五百多万人死了 五百多万 不是五百多 是五百多万人死了 在这个国家 也挺可怕的 这些数字 好了 接着 2003年 就是签了和平协议 主要原因是 2002年 很多外国的军队 都受不了了 就开始撤走了 废话不打了 也没什么好处 你想也想到 如果是一个国家 在一个战事那里 它发展又不是那么好 那你派一些军队去打 打完之后 你都没有什么好处 可以即时拿到 撤不了多少年 撤了几年之后 就终于撤军了 很多外国军队 开始叫做这个国家 开始有点和平了 开始有点正常的发展了 那这个是说的是2002 2003年之后 那就是又经过了20年了 又经过了20年 但是其实 发展也不是太好 那它有什么的潜力去发展呢 原来这个国家呢 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矿 金字边做一个古老的股 那那个化学元素呢 就是那个宿舍就是CO 那如果大家有读化学 都应该见过CO这两个字的了 那这个元素 那原来呢 刚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矿产地 那这些股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于譬如鑽石 或者油漆方面 那另外它是铜啊 鑽石啊 它是产量都很大的 那它是 刚果很厉害的地方 是拥有世界抗石种类七成 就是七成的抗类 就是抗石呢 都可以在这个国家找到的 那也都拥有了超过30%的世界的鑽石储量 那很夸张啊 就是世界三成的鑽石是在刚果的 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 咦 是不是南非的鑽石是多呢 原来 刚果也不少 有三成世界鑽石的储量 那就是 但是呢 在一个战事之下 那这些抗的 抗藏 这些抗藏呢 就是开彩了 不是那么多 谁敢去投资呢 那就只会一些是 零星落索的开彩 开彩之后呢 那些抗的修成 那些抗石啊 跟着又被 外国的军队 偷走啊 混走啊 那这样 所以造成呢 就是 虽然是有抗藏 也都有少量的开彩 但是开彩之后呢 基本上 修成的成果呢 都是被 外国的国家 军队 抢走了 那 那变成了整个国家 就非常之窮了 那再看回 除了抗资源之外 原来江果呢 是在非洲森林之中 是拥有80 50%的河流系统 就是很多 很多非洲的河流 都是流经江果 那所以呢 就有河流 那就是有生态 有生态 就是首先你会想到 就是有河流 有供水电 有供水 就是有水力发电 第二就是有森林 有森林 就是有木材 是吧 那就是 你想一想 就会想到 咦 如果有森林 那其实你将可以 部份森林 可能你将那些树木 割了去 变成木材出口 那另一方面呢 你割走了那些树木 整走了森林 某些地方 你可以将那些地方 变成坚地 那就可以发展农业了 那所以其实 如果你说过 就是气候呢 那其实 那其实 柑果呢 可以种很多东西的 包括是棕榈树 就是生产棕榈油 也都可以生产什么呢 咖啡 可可 椰子 棉花 烟草 稻米 蔬菜 菠萝 玉米 甘蔗 等等 那变成了 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那么多样的 机会呢 其实都可以转化成 是一些 是 一些成果的 转化成 一些是国内的生产 所以 其实 刚果是很有潜质的 因为地方又大 刚刚是从战争中复原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位总统 叫做 齐塞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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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调地访问北京 接着呢 就去深圳 就去访问 华为总部 接着还要来香港 见一见我们的特首 那其实呢 都很显示出 这个国家呢 终于是有一个 正确的道路呢 是可以 就是这个总统 真的会认真去想一想呢 不要再打仗了 真的呢 想一想 是为了国家的人民 谋福祉 那如果是为了国家的人民 谋福祉 那大家即刻 不用说了 即刻想 立刻想 想到的是什么呢 即是 欧美 即是西方的军队 来到 刚果 当年就是打仗 打内战 那 而今次 好了 现在内战结束了 百业代兴的时候 立刻想到去发展的 就是发展什么呢 当然是和中国合作 是不是 那现在呢 估计呢 未来呢 中国和刚果的合作 将会越来越多 那 就 刚果将会是 主要是输出铜 股 工业鑽石 咖啡 和木材 那 就运去什么国家为主呢 当然是运去中国 另外就是欧洲 是有比利时 芬兰 另外就是美洲 又有美国 这些都是主要的 刚果的贸易对象 那 而刚果也会输入什么呢 输入 主要是石油 食品 纺绍品 化学品 交通的器材 电器 电力 那 主要是由哪里输入呢 就是南非 比利时 中国 法国等等地方 那 就 在 他见习主席的时候 那 中方就高度关注 现在东部 东面 依然是有一些 是零星的战争 那 那希望可以 就是连东部 都和平 那就变成了整个国家 可以有一个 正常的发展 那 中方呼吁 有关各国的遵守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以及非洲的 非民的章程 非洲的联盟 的章程 尊重保障各国 成员国的主权 安全 和领土完整 中方也都谴责 各国武装 团体 实施暴力 和踐踏人权 那 中方也都支持 有关地区组织 为恢复干果 东部 和平 和安全 付出努力 那 就坚定支持 非洲人 以非洲方式 解决非洲问题 支持 和鼓励 相关地区组织 联合国被署长 大湖地区问题 特事等等 继续发挥 建设性状 中方的发言 那 去到深圳又如何呢 参观完华为总部 这位干果的总统 齐塞克迪 就是见证了 江果政府和华为 签署了什么呢 签署了叫做 江果民主共和国 数字化转型 领域伙伴关系 量解备忘录 那 就 双方会 加强什么呢 加强这个推动 信息通讯技术 ICT 行业数字化转型 绿色发展 另外 人才方面的交换 加强 他强调是ICT 以及ICT的基础设施 就是 信息通讯技术 以及政府企业 数字化 还有清洁能源 另外还有其他领域 包括能源、教育、卫生、公共财政、安全等等领域 中国和江果都会相互协调去发展 事实上 原来 为什么这么隆重去深圳参观华为呢 除了签那个备忘录之外 原来华为在江果 已经扎根17年 就是说减一减 就是2003减17 就是2006年 他们内战就是打到2002、2003 其实他打完内战之后 其实两年 就是2006 华为已经是去了江果发展 在那里就开始致力于ICT技术 以及等等专业的服务 提供服务 已经是扎根了17年 难怪这位总统 就是去到中国 去完北京之后 立刻南下来深圳 拜访华为的总部 都会选择 可以说 去完华为 你就可以说是顺便 顺便来香港 那当然是见一见我们特首 特首李家超就说 其实香港和江果 一直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在过去五年 原来香港和江果 商品贸易平均压 都增长了12% 相信两地有潜力 进一步加强商贸合作 特首就说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机遇无限 匯集来自世界各地人才和资本 并在一国两制下 享有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它被优越条件作为 江果民主共和国 和其他非洲国家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不少香港在投资和参与海外基建项目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 会把握好在江果民主共和国的机遇 和拓展业务的机遇 所以大家很少看到非洲国家来香港拜访 其实大家会经常在想 香港主要是金融地产 有什么可以和非洲合作呢 其实不是的 现在我们都要看多一些大的图画 就是说 整个一带一路配合国家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非洲国家都要来香港 见一见特首 因为其实一带一路不仅是不免 我们是中国 我们还有 比如去南边 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越南、泰国、辽国、缅甸 再下去就是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其实再下去都是很多国家 会有机会在一带一路里 发挥到作用 所以香港在中间位置 其实作为协调 作为调节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开会 或者是在文件上做功夫 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配合到的 或者是资金方面的调配 集资 都是可以配合到的 所以这方面 所以为什么会看到 江国都会来香港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见到 江国共和国是总统 访问北京、深圳、香港 所以也说一下国家的历史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 原来 非洲很多国家 以往被战事所邮论 今时今日 很多国家都开始明白 究竟哪个国家才能真正帮助他们 江国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看历史也不知道 原来江国曾经 其实 1998至2003 原来真的死了500多万人 都挺震惊的 现在通讯 发达 社交媒体也发达 大家在获取资讯方面 当然是比较容易 二十多年前 当然是没有那么容易 或者说真的 如果二十多年前 江国这个国家 五年之内死了500多万人 其实可能真的 都没有记者去采访 都不知道 因为可能是 当地的民众 不是说死于枪弹 而是死于饥荒、疾病 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上半部讲讲 很快就讲讲 我刚才所讲的题目 就是神舟16号 看这个新闻 这个题目就知道了 中国准备派第一个平民 入太空 这次不是派一些相当 比如军方背景 或者是 旁天元是有特别的 训练了很久 去专门去太空的人员 这次是由平民进身为 旁天元的几位太空人 所以也特别重视 也特别重视 传媒 似乎高度提到这位 四眼哥哥 为何航天元都可以戴眼镜呢 其实航天元升空的时候 它不会脱下眼镜 因为升空的时候 可能会癫痞 戴眼镜有影响 但是当它上到太空 入到太空轨道 在太空轨道运行 然后会去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接合 接合 然后三位航天员 会留在中国空间站做事 而这位桂海潮 将会是在河专家 会负责做很多的实验 所以它就算是戴眼镜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它在太空站里面戴眼镜 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次有人会说 为何航天员都会戴眼镜 其实不重要的 如果是驾驶 驾驶太空轨 驾驶员的视力 可能需要比较好 不要戴眼镜 但是如果是做实验 其实也是OK的 这次三位航天员 分别是 我们看到中间这位 他很有经验 这位是景海盆 然后左边就是桂海潮 右边是朱洋柱 三位 景海盆今次的指令长 就是第四次执行飞行任务 都是经验丰富的 至于右边的朱洋柱 就是航天飞行工程师 左边那位 刚才我所说的四眼哥哥 桂海潮 就是在河专家 在河专家 就是负责很多实验 或者是准备整个实验的过程 或者是确保实验 可以 畅信地进行 贵海潮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 说 他一直都有个寒天梦 他在2003年 当时在读书 听到学校的校园广播 就说 我们的中国航天员 杨立伟乘搭辰 辰州五号 就进入太空 所以他就当时第一次感受到 航空航天的吸引力 想不到现在真的有机会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打开太空之门 会进驻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做实验 那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在2021年4月 就开始正式启动 其实都不经不觉 其实都已经两年了 现在我们陆续看到 我们长征火箭 不断把航天员送上去空间站 也都将实验仓 也都将货物仓 先后送上空间站 也是常规地 现在我们的空间站 是由航天员驻守 每一次大概逗留五个月至六个月 接着航天员就会换另一批 上去驻守 所以看到我们中国发展太空的科技 现在已经是一个行上地 这个计划 可以说是顺利和陆续地不断地进行 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到的计划 就是在载人去月球 这个估计是2030年 中国应该可以实现到 首次有人登陆月球 另外是火星的任务 也是继续 火星我们就会派 天文号的太空船上去 那么多计划 可以说是继续是如火如烏地进行当中 而外国的报导社 即西方的传媒 也都在今次 昨天的发布会上 高度重视 我们这次是再一些普通的市民 上去这个太空计划 也都对中国的未来的太空计划 是有高度的评价 认为中国一直以稳定 和谨慎的方式推进航天计划 反映了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 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是巨大增长 大致上就是这样 所以都跟大家讲讲 陆续是太空计划的发展 都是不错的 可以说是在轨道上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续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讲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